我們叫做3C產品 從最早的電視 然後有到 就是internet 或現在的mobile phone 這個已經非常普遍 我們佛教的這個看法 也可以說是從正面角度來看 因為這是一個時代的進步 跟科技 科技的發展它一定是 一定是往前發展 基本上它是中性的 neutral 它是中性的 它是一個技術 一個發明 我們把它用好的方向來用 那就會產生好的效果 用往不好的方向來用的話 它就變成對我們有負面的效果 所以我們 因為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需要適應它 而且要學習它 因為它可以用好可以用壞 那我們何必把它學著 我們並不一定需要跟它發明 但是我們也可以學會怎麼用 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應用它 來傳播佛法 像我們的基金會 也就是 錄製 或者在網站 這也是用現代科技 可以讓更多人來運用 所以我們 一方面 當然我們有點擔心 也就是 因為太方便了 變成一種傳統的 一種家庭關係 朋友關係 那可能會用一種 虛擬的 來反應 這樣的話 就讓我們 離開 大自然 就有距離的 distance 所以我們 也鼓勵能夠 到戶外教學 我們有很多的教學 是戶外廠 而不是一定在室內 我們 也就是一種 三線產品 它也帶來危機 但是我們 也是有轉機 也就是我們 更要 積極的應用 來應用 就是Internet 三線產品 來弘揚佛法